你明知话 都是经话 大师的菜 加上的玩 我是生成斌 这个鱼要好大 可能是来斤吧 你煮鱼头吗 我煮鱼串 你只要那一斤 最好的一斤 后面那些死肉都不一样 那出的都好一样 有大口味吧 十几斤的鱼 只有一斤左右的 这是高级活 生大师这个人在国际的星期九点 当地是行政中处 他就喜欢各地的食材 烤鱼品 还融合在一起 做出了很多创新菜 十字架也生大剂 自己创新 是生鱼的生鸡饭 接着那些鱼 该要做什么 金钩和洋葱 又香又鲜 都不要多了 那么湖里面的鱼 可以有了大海味道 对了 姜蒜 蒜蒜要适当多一点 蒸香 这是甘葱汤 这个红葱汤它是蒸香 如果无头没的这个红葱汤 可以用洋葱 这是红葱 这个红葱 关钱了 二十年年 二十年年 幸福的红葱汤 闻它的香味 跟别人的好皮 20年级咬的什么 一千多的吧 干的皮皮 恐惧不然还是买钱了 是啊 这个红葱汤 炒到哪里切尖 香味不能多 只当一点点就行了 就是增加一个空味 弄了它就不行了 就打老婆了 豆豉我们现在用的是 用的是庸团豆豉 它的味儿更适合有 在重庆里面的口味 这是出出个四香味道 要把它剁洗 冲一下 需要它的一些盐 和它的一些杂质 现在只去豆豉 香不香 要它的洋味 现在剁鱼头 最后不要 只要鱼唇 是吧 久滑了一点 这吃起来就双滑 姜葱 食盐 料酒 我们只去水 蘑菇都可以了 泡一会儿去它 要泡好久 几分钟 去腥和入味 我们煮酱之前 要把咬煮 进锅炒香 这个火要很小 很小的火 可以了烤香烤 你看 闻到香味了不得 我闻到大海的味道 该炒豆豉 把它炒得干香 把水粉的 是吧 一般在家里面都没能够做 又回去吃一下 觉得效果挺好 但是成本要高消 它其实家里面 可以多煮了一次性 对 然后这个汁水 那个酱汁 还可以炒到 炒到冰箱头 可以放吗 没问题吗 对的 放个鸡天 有沙沙沙沙的香生 基本上都是120度 虾蒜 这个蒜炸的它会更香 油温不要太高 高了它有可能炸腹 腹切了 就这么要好了 炸成冰黄色 这个菜的关键 就是这个酱 来点花生油 我开小点 酱好香 下入干葱汤 咬之后 再加我们的豆豉 小火慢慢炒 锅油辣 就是这种衣服 对对对 蒜面 鲜皮 水果肉椒 我没得没骨肉椒 你怎么做 尿尖先 尿尖 好油 鸡蛋 红油 酱油 把它调均 加一点糯米粉 把味道 对对对 前半段我们是根据月食的炒料方式 后面我们加入了川式的红油 就赋予了我们重庆的地方风味 最后再把香菜 这个酱汁都烤了 这个料好香 安逸得很 摞鱼头 烹饪手法 它有点独铁 调料 穿越结果 约菜的基础上 用各地的食材和调味片 来制作了自己的酱料 把铁干水分 腌制过的鱼串 把它沾上干的糯米粉 粉不能上多了 让它有糯的感觉 轻轻地 在外面锅一层 对对对 200多左右 油温丢了它都哭不起 要把它炸透吗 还想说 炸上粉就行了 炸成那种金黄色的 好 这个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这样子淋上去 还要蒸 还要蒸呢 鱼还没熟 光是淋上去 你不蒸的话 它的这个狮子味 融入不到鱼肉里面去 它一蒸 然后鱼肉 一分钟会转 蒸七八分钟 时间到 炸那个油 实际我们这个鱼头 它的香味把它激发出来 让大家闻得到 一铺饼的一个香味 趁热吃 趁热吃 这块 嗯 来 金黄 来 嗯 明明就好 都是金黄 哈 软 螺 香 但确实是螺 哈软螺 还有很大一股这个味道 玫瑰的味道 花香 还要慢慢的拼 很丰富 富香不强 要少一只 啥子都可以 真排骨 真鲍鱼 真牛肉 都可以 如果说这个生理汁 拿来泡饭 泡面 都非常舒服